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神对他施行诚挚 神要诚挚他 神要毁坏他 是不是 毁坏那人 因为你毁坏神的电 神的电是剩的 所以毁坏哪人呢 毁坏哪人 神若有人毁坏 神的天 神的天是里边这个人 对不对 因为你不在这里建造 等于毁坏神的天 你建造在这上面 你不在基督身上建造 你在哪建造呢 在肉体建造 神毁坏哪人 毁坏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哪人 那个旧人 神就毁坏他 是不是 我们先看几段经文 先看希伯来书第三章 希伯来书的第三章 我们先从第七节开始看 第七节 神为什么叫犹太人全会中都倒闭旷野 就是因为 他们心里迷糊 并不晓得主的作为 出埃及的时候平信 进到旷野中间不平信了 是不是 我们看第七节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心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什么 安息 对谁说不可进入安息了 对这个人 所以当人在这里建造的时候 上帝的愤怒就 发略怒给他 那么进到迦南地的有两个人 当时他出埃及的时候 有六十六万多的男丁 但进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 约书亚和迦勒 他们俩是怎么进去的呢 凭信息 是不是 那么现在呢 他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这些人心里都能赢过 不晓得主的作为 所以就在旷野中间 一共徘徊了多少年 是不是38年 在旷野徘徊38年 走路走了两年 加在一起是多少年 四十年之久 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活在肉体中间 就在旷野排断 不尽应许之地 对不对 咱们今天有两个应许 有三个应许 有三个应许 哪三个应许 得救的应许 得荣耀的应许 还有身体得熟的应许 对不对 这三个应许 我们都得得 第一个应许 得救的应许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们赢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 这是第一个应许 得救的 第二个应许 靠圣灵得生 也当靠圣灵 这是第二个应许 第三个应许 是等候主耶稣基督来 盼望耶稣基督来 使我身体得熟 是不是第三个应许 耶稣必要来 使我们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对不对 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是不是应许 我们承受这三个应许 第一个应许 得救的应许 第二个应许 是得荣耀的应许 第三个应许 是得熟的应许 身体得熟的应许 这三个应许 都是基督徒 都应当得到 第一个应许 得救已经得到了 但第二个应许 得荣耀 他们就开始徘徊 旷野 在旷野中间 一共徘徊了多长时间呢 38年的时间 所以这里边说 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我为什么 因为他们心里迷惑 是不是 他们心里常常迷惑 经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 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又提到谨慎了 刚才说谨慎怎样 在上面建造 如果 如果用草木和节建造 一旦工程被焚烧了 那么这个人就被毁坏了 对不对 一旦工程被焚烧 这个人就被毁坏了 哪个人被毁坏 这个人被毁坏 那么这个人被毁坏 是什么意思 地上丈夫都毁坏了 必得神所造的 那这个毁坏是什么 那个毁坏是渐渐的毁坏 这毁坏一下真的死了 是不是 这一下死了好 还是渐渐的好 渐渐的好 这是一下就不让你在世上 这你得荣耀的机会都没有了 但神开始的时候给你留机会 用什么管教 我讲过管教 神用管教 不住在打你 是不是 他像管教儿女一样管教 不住在打你 这是给你留机会 打你是给你留机会 一旦毁坏就坏 连管教都不管 这夸刹你来一下 是不是 这一下就够强了 若毁坏神的殿 原因是当你用 其他的工程 毁坏神的殿的时候 用肉体的工程 在这里建造 毁坏神的殿的时候 毁坏整个基督 那个灵工的时候 你这个 不用这个殿 他用这个殿 是不是毁坏神的殿 当你毁坏神的殿的时候 神就毁坏那边 就把这人毁坏 这毁坏 绝非不是 我们的肉体 毁坏 外体毁坏 内心 一天就歇死一天 这个给你新的机会 都没有了 这毁坏 跟那毁坏 绝对不一样 这毁坏是什么 被主诚挚 还有什么 遭受到上帝的审判 这毁坏 听不清明白 我们看 第十二节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的神 把永生的神离弃了 存着不幸的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但你一存着不幸的心 就把这道具丢了 把这道丢了 神就要诚挚你 诚挚你 你能得救 但你不能得荣耀 往下看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是怎么样 真是有一个被罪迷惑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你们必须是圣的 对不对 得救 得荣耀 得赎 都是圣的 那么今天呢 有人被罪迷惑 是不是 什么叫被罪迷惑 有没有人被罪迷惑 什么叫被罪迷惑 你要被天天拿那罪来干什么 迷惑 现在我们要与罪恶相成 达到什么 有血的地步 要跟他争 被罪迷惑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被罪迷惑 在罪能迷惑人 是不是 你不被罪迷惑了 证明你成功了 你被罪迷惑 证明你们成功 魔鬼拿着罪干什么 教你 跟罪有关 但我跟罪是什么 无关的 无关的 是不是 魔鬼拿着罪迷惑你 告诉你跟罪有关 被没被罪迷惑 这时候你给罪恶进行象征 达到什么 流血的地步 是不是 达到流血的地步 与罪恶相成达到流血的地步 这是第一点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你们必须是圣的 怎么样才能圣 与罪无关 是不是圣的 我要在这里建造就不行 就与罪无关 在这里建造 就与罪无关了 所以在这里建造 可以毁关神属灵的功程 对不对 那么今天呢 对神属灵的灵功呢 这是神的殿 你们是神的殿 你们是神的殿 是不是在灵里建造 还是在肉体里建造 在灵里建造 往下看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那么在得救的时候 是确实的信心 我无罪了 得荣耀的时候 用这个起出确实的信心 往下坚持到底呢 坚持到底 得救的时候 我就是圣的 得荣耀的经历的时候 我就有罪了 今天有多少人 在经历的时候就有罪了 是不是 没有坚持到底 把起出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什么叫确实的信心呢 得救的时候靠信心 得荣耀的时候靠靠信心 确实的信心 这地方说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这在基督里有份了 就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了 在他的荣耀上有份了 在他的冠冕上有份了 在他的奖赏上有份了 对不对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我也就是得救的人 把确实的信心 在确实就是起出 那个本于信的信心 在坚持到底 就变成一具信了 是不是 我起初用的是信心 但我得荣耀 还是要用信心 把这个信心 起出那个本于信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是不是 他是圣的 所以你们也要是圣的 那么起初你本于信是无罪了 以罪信 有没有罪 还是没有罪 坚持到底 把这样的信心 一直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什么叫坚持到底 怎么样才能坚持到底呢 把这格上 看哥罗西书 第二章 哥罗西书 第二章 找到吗 第六节 第二章 第六节 你们既然受了主 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在他里面 圣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感谢的信也格外增长 那么你怎么才能把 起初信心坚持到底呢 怎么才能坚持到底 你们既受了主 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必须尊他而行 第二是 在他里面圣根建造 不能在肉体里面圣根建造 在这里建造 就毁坏神的殿了 在他里面圣根建造 坚持到底 是不是 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在他里面圣根叫做 信心稳固 是不是 怎么建造呢 这工程很关键的 尊开而行 在他里面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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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 生完根呢 再建造 就立完地基了 再往上建造 这建造就对不对啊 在他里面 不要脱离他 好不好 你不在他里面圣根 不在他里面圣根 不行 在他里面圣根建造 就是材料用的是他的 根基也是他的 在他里面圣根建造 下面紧接着又说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格外的 格外 增长了 这时候才能感谢 是不是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忘语 不照着基督来 照着人家的遗传 和世上小学 就把你怎么样 掳去了 掳就把你抓住了 是不是 一旦把你掳去了 你坏不坏了 你的工程焚烧了 是不是 世上的小学 和虚空忘语 不照着基督来 照着人家的遗传 和世上小学 就把你帮出去 就俘虏了 是不是 你在旧的里建造 你整个的工程 全部倒塌 全部被人焚烧了 焚烧了 那么上帝今天 会不会毁坏你 会不会毁坏 好 再看 彼得前书 所以 第二章 第一节 所以你们 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 嫉妒和一切悔患的话 把肉体这些东西 情欲一除去的 就要爱慕的 纯净的灵奶 在灵里建造 爱慕灵奶 是不是 这个最关键的 就在这个地方 爱慕的纯净的灵奶 把那些东西一除掉了 把肉体的东西一除掉了 这是先除掉肉体的东西 除掉一些恶毒 诡诈假善 和一些悔患的话 除掉肉体的 下面紧接着 就要爱慕什么呢 爱慕纯净的灵奶 这是第一 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 爱慕纯净的灵奶 因此见长 是不是 叫你的属灵的生命 渐渐长大 以至于什么 得救 这生命长大了 以至于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真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是重生得救的人 就必如此 主乃活食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剪血 所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什么 你们来到主面前 就像活食 纯净的灵奶 第四点 是什么 就像活食 你们来到主面前 就像活食 被建造成为什么 你是被建造者 你是在他里面 生存建造 你是被建造者 是不是 那个被建造者 和那个建造者 他俩的关系是 建造与被建造之间的关系 被建造成为 成为 灵工 不能往这里建造 往这里建造毁坏神的工程 往肉里建造毁坏神的工程 往地上建造毁坏神的工程 不用重体去建造 紧接着还用灵 前面用灵 后面也用灵 前面是靠生命得生 后面也要靠生命行事 是不是 被建造成为灵工 现在是活食 这是灵奶 对不对 把前面那些肉的东西除掉 别在这里建造 除掉的物体就不在这里建造 对不对 不在情欲中间建造 现在紧接着 爱慕纯净的灵奶 就像活食 现在紧接着是灵工 第五点是什么 第五点是灵机 是不是 被神所悦纳的 献 神所悦纳的什么机呢 灵机 这就是说 建造耶稣基督 建耶稣献不建立下 建耶稣献灵机好不好 要建立下 献人献肉机 建耶稣献 就献灵机 借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悦纳的神机 你看这段经文的意思 你能不能看懂 就叫你自己看能不能看懂 借耶稣献 耶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成为永远的祭物了 对不对 借耶稣基督献 奉献神所悦纳的什么 神这时候才悦纳 神所悦纳的什么 那今天我不借耶稣献 我自己就去献 我一定会分手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 将身体献上当作 献什么 献肉体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 献谁的身体 献谁身体是活鸡 献我的身体是死鸡 现在借耶稣基督献神所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机 是不是 借耶稣献 谁献 耶稣献 你献的 最后 你千万出去一切的肉体上的恶毒 悔诈假善 并一些悔幻化 都是肉体上的东西 先处击这些 然后按摩那纯净的灵奶 因此叫你见掌 就 用献上什么 就像活食 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食 被献到成为灵宫 你献的是灵宫 献的是肉宫 献肉体 献灵宫 对不对 不对 献 灵迹 献灵宫 对不对 对了 好 两件 事情 对行吗 为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当作活进县上 对不对 看好了 对比了 对行吗 为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当作活进县上 为什么不对 这个地方很关键 我讲过了 这个地方 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找到吗 所以弟兄们 为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现场 当作活进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想把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谓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你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 所以弟兄们 是不是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用神的慈悲 来劝你们 先入体 先入体 先活进 先死进 你的肉体是被死的 你现在是肉体 现在是灵体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现场 当作活进 借耶稣现 是借我现 为什么说 借耶稣现 因为耶稣的身体 它是成为我的形状 成为成为我的形状 它是不是我的形状 在哪里说 是我的形状 什么叫借耶稣现 耶稣的身体 是不是我的形状 罗马书八章三节 我们看这些节经文 八章三节走的吗 律法 基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 他自己的儿子 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谁是最深的形状 我是最深的形状 对不对 他替我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那那个献计 是献耶稣的形状 是献我的形状 你看这种话 很关键的 就是很深奥 是不是 律法基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 我肉体软弱 我行不了律法 是不是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最深 我有最深 他没有最深 他成为我的形状 对不对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了最安 是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 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是不是 借耶稣现 为什么借耶稣现 因为耶稣成为我的形状 他现就等于我现 对不对 所以借耶稣现 奉献神所悦难的灵犀 借他现 这世界借耶稣造的是借我造的 借耶稣造的 你看西伯来书第一章 是不是这么说的 他是神 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 是不是这么说的 神既在古世界 众献之多姿多方的小于烈俗 就在这末世 借他他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成熟万有的 也曾借他创造了主世界 借他创造 这世界是借耶稣基督创造的 什么叫借耶稣 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智慧 来创造了主世界 他成为公司 是借他造的世界 不是借我造的 对不对 那么借他奉献神所悦难的灵犀 他造世界又借他奉献神所悦难的灵犀 对不对 借他奉献神所悦难的灵犀 那他必须是成为我的形状 他蒙越难了 我住在基督耶稣里就蒙越难了 不是我献上是我住在他里面 不是献我是献他 是灭我献他 献他 对不对 是丧掉我的献走的 毁坏我的献成他的 他必行冒我必摔飞 我那不是奉献 我的是用信心毁掉 你不用信心毁掉你的 你献上你的 上帝就毁坏那人 毁坏那人 毁坏这人 因为你不用信心 现在是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难的灵犀 现在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神叫你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难的灵犀 他成为罪线形状 他从死里复活 现在是他的身体 对不对 西国来书第十章第十节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力将身体献上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长 他献身体我成长 他献身体了 不是献我的身体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力 将身体献上 献谁的 有的人你看 看到这段经文 他马上就把身体献上 把肉体献上 错没错 错的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力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 乃是圣洁的 是所喜悦的 对不对 将身体献上 他也不管谁的身体 拿回来就献了 献得在草木和解 就献这个 献得献得在草木和解 因为神所 盖造的 这是灵宫 是不是盖造的是灵宫啊 但我把肉献上 往灵宫上建 毁不毁坏神的电 你肉能建到灵宫上去吗 必须是灵建在灵宫上 灵体建在灵身上 所以耶稣用他的灵 道成了什么 肉身 道成肉身 必须把他的肉身 分给我们 我们具备他的肉身了 他的肉身是道成的肉身 我具备他的肉身了 我才能有身体献 因为神不叫我献上我自己的肉身 要献上耶稣就是道成的肉身 那我要想献灵宫 他这个肉身是灵成的 对不对 我必须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 从灵而成的肉身 我好能建什么 灵宫 我好有活食啊 我好吃灵奶啊 听没听懂 建在谁的身体 建在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是道的 是不是 成肉身 是不是 道成肉身 我的肉身是土成的 我的土成的肉身 往灵宫上建 你找死呢 你 是不是找死啊 我的肉身是不是属地的 是属地的 基督的肉身是不是属天的 我的肉身是不是土造的 基督的肉身是不是灵生的 从灵生的 对不对 就是灵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所以耶稣说你必须重生 你不重生你就没有灵身 你就没有灵体 你没有灵体 你线上的就是肉体 你一线肉体 坏不坏了 就坏了 那么今天有许多人重生得救了 线上的还是 舒途的肉身 这样线对是不是灵 我被审判了 我被审判了 我被诚治 我被毁坏了 合理不合理 我先入神 我被毁坏了 合理不合理 合理 你现在东西影响了主的质物 上帝就干什么 来 我叫你线 我叫你线来 你再线来 这是灵宫 必须 我这个灵生命 必须吃灵奶 就长成活死 活就是活的 不是死的 有生命的叫活的 对不对 建灵宫 先灵机 全灵的 我拿肉管的一线 对不对 被分枣 都不得被分枣 都被分枣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了 将身体献上 当做什么 活气 乃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借谁献 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难的流气 献神所悦难的流气 不要献神不悦难的肉气 你的肉气是被生的 是被造的 被造 那肉气是殊土的 是属灵的 你看好了 那肉是殊土的 是属灵的 要是属灵的 你就往那线 你那肉气是活的是死的 但他要的是活气 要的是不是活气啊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生理献上当活 活时就是什么 活气 他要的是活气 他要的是活气 你给他献死的 你对肉气是必死的 你给献上肉气了 可以不可以 献难的 毁难的 外体是现实毁 外体毁坏 内心却一天的 心思一天 你看他讲的清不清楚 你要故意献上肉体 你是装糊涂 你不装糊涂吗 明明知道 现实体神不悦难 神所悦难的是什么 活气 悦难的是什么 灵机 悦难的是什么 喜欢你吃的是什么 你跑那吃肉奶去 你吃肉奶 现场就一定是肉 现场肉神喜不喜欢 神愿不悦难 今天悦难我们的是神 还是我们自己 将来是神愿难我们 神检验我们的工程 对不对 你的工程见好坏 不是毛人去检验 而是神要去检验你的工程 那么今天你的工程好坏 就直接影响将来 是否被焚烧 是否还存留 存得住的呢 就在江城 存不住的呢 就被焚烧 被焚烧自己要受亏损 被被被毁坏 是不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础上 最根基上 就得这么大 最根基大 基础坚毅 这根基坚实了 在基督身上 最后就得正心 照他的方法 照他指示你的 好不好 所以在西伯来书十章说 我们凭天旨意 第十节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 献上 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靠基督 献身体 我成圣了 因为耶稣的身体 怎么献上 你就成圣了呢 他的身体 是我的形状 他现在等于我 现在 他的灵魂 是我的形状 是不是啊 他把灵魂 交给父 等于我 我交给父了 对不对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的手里 等于 是不是啊 我被交给你 他说成了 他成了 等于你成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那么 先他的对 还是先你的对 他的是道成的 你的是土造的 他的是 女人的后裔 你的是 男人的后裔 他的是 同真女生的 你那是妇女生的 妇女生的 你现在他不竭竟 毁入了来 什么变呢 那血腥味啊 你那现在是血的 里面有血 有气 有腥味 他现在没有血 没有腥 他的血已经清出去了 对不对 他的血已经倒出去了 他的血已经流出去了 他的气已经断了 没有血 也没有气的 但你现在是血气的中体 谁愿不愿拿 不愿拿的 现在谁的对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耶稣献身体 那么我今天 我是耶稣身上的肢体 你要单独你献上 他就不叫献身体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肢体献上 因为这献肢体 不是献身体 但那里说就是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气 这身体是谁的身体 道成的身体啊 还是肉成的身体 道成的 他要的是道成的肉体 他要的是道成的肉体 绝对不是地上的 殊存的身体 对不对 他是讲 整个教会 在基督耶稣里面 是基督的身体 他整个教会献上 就是活气 你单独一个东西拿出来 他不是活气 单独拿出来的 他就是死的 是不是 你要全 把整个的教会献上了 他是身体 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不是指这所 教会是指这所 我们属灵的身体 这个灵 灵石 这个活石 活祭 是不是 都组合在一起 就成为什么 灵工 往上灵 灵往一起联合 我们联合的是灵在一起 与主联合也是成为一灵的 对不对 他的身体是灵 那么今天与主联合 你也是成为灵的 联合成一体的 那就是教会 教会那就是基督的身体 是道成的 所以今天 你也具备着主的身体上的一部分 我也具备主身体上的一部分 我具备的是主的血 你具备的是主的血 你也来引一位圣灵 我也引一位圣灵 对不对 引一位圣灵 咱俩灵是一样的 咱俩身体是一样的 咱俩里边的血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 这样献上 是不是圣灵的 是圣灵的 不是献这个 因为这个咱俩的血不一样 献这个血也不一样 身体也不一样 不一样 是不是 性别也不一样 性命也不一样 也不能被一个灵所感动 所以献这个血不行 这等于毁坏神的电 神的电是圣的 是你献的不圣的 神的电是灵 你献成是肉的 神的电是不死的 你献成是必死的 神的电是天上的 你献成地上的 是不是 他这是灵工 你献成土工 这是什么土的 能不能长久 能不能成熟神国 血肉之体 不能成熟神国 你挨 成智了 因为你在干什么呢 毁坏神的电 神毁坏你了 合理不合理 你别瞒着上帝就行 如果你那么闲 你可以那么闲 你那么闲完了 最后上帝会叫你迟到了 你那现的不对 你是在毁坏神署名的宫殿 你这一现就现错了 是不是啊 他说圣的 是神取悦的 神悦纳的灵迹 对不对 那么你这些现的不是神所取悦的 你现在肉供 你现在在外面这个 里面都没给献上 那么你没给献上 你要耶稣身体干嘛 吃晚餐的时候 你为什么接受呢 你接受耶稣身体 是不是得把这个身体 把这个肢体 组合在一起 成为教会 献给基督 约纳 神所约纳的灵迹 对不对 那你献上不是这个 你把这个给献上 这就表明 你不相信里面有灵魂 他给你这个 就是为了叫你献上 这是天上 这是地上 你把天上都没了 你献上地上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 吃晚餐的时候 你们吃不吃过晚餐 吃过晚餐 吃过晚餐献哪个 这是基督的身体 是为你们掰开的 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基督的宝血 是为你流出来 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是不是 血是他的 身体是他的 血也是他 身体是他的 那么这两样东西都是属天的 没有一个是属地的 身体是属天的 道成的 血也是属天的 神的儿子成为肉身 借着血与水而来的 证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 分给你这个肉身 和分给你这血 就是叫你将来 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 什么基 先不对了行不行 先错了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的 一旦先错了就坏了 不在基督身上建造就坏了 不在基督里扎根就坏了 很多人献就献错了 那么那些在宗教里他爱献错就献错 他不用管 我们今天号称已经结束真道了 一下献错了对不对 就把这个献错了 这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 外体是毁坏的 不是先 罪神是灭绝的 不是先 两个是你有罪神的身体 还有一个基督内道成肉身的身体 你要献错了一下就行 凭信心 先看不见的 凭眼见 先看得见的 是不是这样 凭信心 献活的 凭眼见 献死的 凭信心 献道成的肉身 凭眼见 献土成的肉身 对不对 今天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信心 不凭眼见 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难的神迹啊 好不好 这样主才能承认呢 天父才能承认呢 这就叫从他的身体经过 献他的身体 行吗来说 第十章 第十九节 从他身体经过 献上他的身体 没从他身体经过 献上自己的身体 弟兄们 我们经营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支生所 你现在站在支生所里了 在了 支生所代表哪 天堂了 现在呢 你在支生所 借着谁的血 是借我血 是借他血 借耶稣血 所以记住 坦然就是不用害怕的 坦然无惧 是不是 是借他 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着经过 你从没从慢着经过呀 从慢着经过 现在是 从肉体经过 是从慢着经过 慢着代表基督的身体 对不对 基督什么身体啊 道成肉身的身体 什么样从慢着经过 从慢着经过 代表 我今天 是 借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 悦难的灵气 奉献耶稣基督 说现在是什么体 什么叫从慢着经过 我如果没从慢着经过 就坏了 道成肉身的身体 就是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 就是呢 在 耶稣基督 死的时候 漫长裂为两半了 就是他的身体裂开了 他的身体裂开 我必须见证他裂开的身体 给我一份 身体裂不裂开 裂开 裂开 白没白开 白开 给我给你一份 给你一份 这就叫做 从身体经过 从从他的身体经过 从他身体经过 现在是他的身体 不是现在是我的身体 所以这慢着 代表基督的身体 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心又活的路 从慢着经过 我们从未从耶稣的慢着 这个身体经过 所以 这慢着就是他的身体 必须借着这位大祭司的死 是不是 把你心中天良的亏欠 给你撒去 你心中天良没有亏欠 从慢着经过 献他的身体 神就悦难 献我的身体 神就会悦难 这条线 我从慢着经过 经过他的身体 因为他身体掰开 我经过他的身体 现在献上的就是他的身体 神才喜悦 弟兄们 弟兄们 对不对 弟兄们是多少 是整个教育 是不是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释放 乃是理所当然 怎么释放呢 将身体献上 先错了 行不行 就献这个 最后呢 毁坏 如果有人毁坏神 神就毁坏那人 如果有人毁坏神的灵工 神就毁坏那人 毁坏那人 毁坏肉人 你看这个审判 连给你得什么的机会都没有了 得奖赏 得荣耀的机会都没有 毁坏 毁坏那人 出土的 不知道是借着什么 不知道是借着什么 毁坏的 反正借着一件事 能毁坏的 因为你在这里建造 影响了 鼠林 林工 在这里 影响这个人的长 对不对 外体不叫毁坏 不主动去毁坏 而是在这里建造 不让它毁坏 拦卖拦住神的工作 但神要叫外体毁坏 地上账号要拆 将你主动的 用信心拆哪个 怎么拆 我已经死了 你看这个人 这个人好不好 我已经死了 我的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思欲 跟基督通经死下 最深已经灭绝了 这人主不主动 建造就对 那么在这里建造 不相信我死了 所以里面对社会不能长大 神要叫外体毁坏 内心一天 你心生一天 是不是 叫你凭信心 把外面的信心 里面的长大 叫外面的毁坏 里面一天 心思一天 当你不让 你说这是什么天 把这事你献上 错没错 事会上 外体毁坏 哥利多厚书 外体毁坏 十六节 四章的第十六节 所以我们不丧胆 不丧胆就是不丧死 不丧失了胆量 叫不丧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这毁坏 神要叫这毁坏 这信心一天 这是主动 我用信心这样毁坏 信心 主动 毁坏 是不是 我用信心主动的毁坏 和我不主动毁坏 神给我毁坏 神就毁坏那人 我主动的毁坏 是因为我和主联合的毁坏 神跟你毁坏 不是跟主联合的毁坏 你听明白吗 现在我用信心毁坏 你听到这两件事 我用信心毁坏 和神给我毁坏 因为我毁坏神的电影 我破坏神的事工了 他给我毁坏 和我主动的 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葬 这两个 一不一样的意义 不一样的意义 一个是 被动的 回外 被动的回外 和 主动的 回外 你选哪个 被动的毁坏 是因为我破坏了神的工程 神给我毁坏 听不听明白 我总破坏了神的工程 我在这里建筑 我不毁坏 我不用信心毁坏这个人 那么 就影响了里面的账 外体毁坏 内心才能一天心事一天 但我不毁坏外体 我要见到外体 奉献外体 用外体示范 用外体 是不是 跟主的 属灵的灵工进行联合 行不行 所以 这时候我就被动被毁坏 被动被毁坏 是神在毁坏 若有人毁坏 神在毁坏 神就毁坏 这是我被动的 主动的是什么 外体毁坏 内心却一天 这是用信心 对不对 用信心外体毁坏 内心却一天地心事一天 我已经死了 这是主动的事 来 我说 我说你来 你来 你来这个 是不是 断定一下 我所说的话 是主动是被动的 听到 我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已经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主动是被动的 主动 我肉体就是神的 神的殿 所以神的灵就住在我的殿里 主动被动 被动 主动是凭信心的 被动不凭信心 凭眼见这叫被动 是不是 我凭眼见见到我的肉体 所以我这就是神的殿 是被动的主动 被动的 那么主就要毁坏你 因为现在你已经变被动了 是不是 我今天要活出基督 好好活出基督 主动被动 被动的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呢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主动被动 主动的 这就变主动 你随从神的话就变主动的 你不随从神的话就变被动的 你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就是主动的 你在肉体里生根建造 就是被动的 你在灵性中间 在生灵里建造 就是主动的 你在肉体里建造 就是被动的 对不对 是被毁坏的 当我 我在肉体里建造 我凭信心 信死这个属肉体 老亚章这个 凭信心 这就是主动的 主动 毁坏 我已经死了 是否毁坏 神照你的死 照你的信给你成就 是否主动的 我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也不是我了 主不主动 我如今在生命中活着 是因现神的儿子而活 主不主动死 主动死 这死有主动有被动的死 是不是 这拆毁有主动的拆毁 有被动有被拆毁 是不是 这最深灭绝 有主动的被灭绝 有被动的被灭绝 你是要主动的 要被动的 你是用信心主动的死 还是用眼见被动的死 对不对 你看 一不一样啊 同样都是一样 都是画 但同样这件事儿 咱们现在是往看不见的里面建造 不是往看得见的身上建造 看得见的是暂时的 看不见的是永远 原来我们不是固点所建的 因为所建的是暂时的 所不建的是永远的 我往哪个建造 就像里面在长大 就建立在神的灵宫上 我叫这个长大 往灵宫上建造 死定了 什么死定了 我叫哪个长大 叫这个长大 燕影的灵一魂 你三字都要不能包着 这三字 还有约翰一书那里说什么 燕影的身的灵魂一同兴盛 哪个兴盛 这个兴盛 这个衰微嘛 这怎么是兴盛的 一说他三的 他就往哪儿想 往这儿想 那三字代表教会 这代表教会 愿你们的灵魂一三字 都一同行圣 感谢神 这个行圣 儿女双全的 大肉体大肉块行圣了 是吗 那跟神的话 他必行往我必衰微 有矛盾啦 矛盾矛盾 咱们这些肉体是行圣啊 是渐渐衰老 咱们里边的生命 是渐渐的兴盾 外皮毁坏的 内心才能一天的 心思一天 是不是这样信着 你这样信得成功了 保证能得救 还能得炉耀 还不被 审判 还不被惩治 还不被毁坏 你信对了 就不被毁坏 你信错了 就一定被毁坏 是不是 因为你拿路 拿地上的 往天上的剑 往属灵的上剑 要不毁坏就怪了 因为你把属土的 跟属灵的搅在一起去 往这上的剑 有没有这么剑的 有没有拿属土的 往属灵的灵宫上剑的 一定会有的 所以当我们 回味圣经 看圣经话语的时候 似乎是前后矛盾的 是不是 有的人 那保罗所写的 书信 那不就告诉吗 那周体也得盛起 肉体能盛起的吗 保罗写 曾经在格林多前出 第七章写 愿你们的灵魂宇宙体 都圣贤 有没有这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愿你们的灵魂宇宇宙 身体都圣贤 第七章 第七章 好了吗 真正 第三十四节 妇人和厨女也有分别 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要身体灵魂都圣洁 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事挂虑 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这里面说身体灵魂都圣洁 我首先要跟弟兄姊妹 来强调一下 保罗写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 他的心智是对的 但他这里面并没有主的指示 因为这里面他说了他并没有主的指示 关于所同身的事他没有主的指示 我们看第25节 首先第一点我们确定一下 他把这个所同身 把这个身体灵魂都圣洁 就看着是肉体的身体 这是第一点 第一个不对的地方 为什么说保罗这一段写的不对呢 咱们一会咱们可以查 那么咱们在现在讲的是 先基督的身体 不是先肉体 那保罗在这里说 愿你们身体与灵魂都圣洁 对不对 这是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 第一点我们首先看 他说论到守同身 论到同身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首先他自己承认了 守同身这件事 守同身没有主的什么 没有主的什么 命令 命令 没有主的命令 第二点 咱们可以看到 保罗在 第七章 罗马说的 不是 这个哥林多前说的第七章 这一段经文 就是第七章这一段经文 他首先第一点 他自己承认 他没有主的命令 第二点 第二点 第二点他说什么呢 愿你们的身体和灵魂 都怎样 都圣洁 守同身的就是身体和灵魂 第二点他说 手同身 就是身体 和灵魂都怎样 灵魂都圣洁 身体和灵魂都圣洁 你看看 到底保罗在这里说 对不对 第三点 第三点 保罗提到的 守同身 是不是 他提到守同身这个问题 跟启叔叔提到那个守同身的 为占领过妇女的 矛盾的 是不是 他说这个守同身呢 不嫁娶 是不是 不用 不嫁娶 他说 你们要是禁止不住 是不是禁止不住啊 他说你要禁止不住 就嫁娶人标 这说明保罗在这里头 要提到禁止的问题 禁止不住 这里面说 然而按照我的意见 按 我的 意见 按我的意见 下面是 我也想自己是被圣灵赶过 他说我也想 现在他自己感不感肯定 他是被 说这些 是被圣灵感动的 第五点 第五个一点 说 我也想 因为要很多人不注重 查这个 格里波前书的第七章 他说我也想 是被圣灵感动的 他自己感不感肯定 是被圣灵感动的 他一个一个长 好 我们看这 格里波前书的第七章 其中就二五个一点 一会儿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 希望 我的照片